目前王景正在对特定的人士进行排查 那么其本人账号也从160万 瞬间掉落到了140万 而后王志安也跟着发布预警 说国安正在搜查他的油管和推特关注 大家好我是大树 最近咱们中文圈里发生了特大海啸 魔供竟然动用大量王景 对李老师不是你老师的关注者 进行了人工审查 据李老师说 审查的顺序是顺着他的关注者列表挨个竹茶 他认为很不可思议 但是近日以来他发现这个情况是属实的 魔供确实是在使用这种最原始的图方法进行排查 目前已知有不少关注者被魔警请去喝茶 有人上班的时候就被魔警给带走了 甚至还因此而丢掉了工作 不过对此也有网友表示怀疑 但李老师说这件事他已经跟进了几个月了 而且他的后台有大量的数据可以验证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 如果情节不严重的话 他也没有必要透过掉粉来呼吁大家取消关注 那么李老师强调说他会继续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发声 直到他的肉身无法继续发声为止 说明这个李老师受到了当局的死亡威胁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他说目前王景正在对特定的人士进行排查 那么其本人账号也从160万瞬间掉落到了140万 而后王志安也跟着发布预警 说国安正在搜查他的油管和推特关注 叫大家如有害怕的请马上取关 这是我头一次感觉老王这么的良心 是吧 所以大家马上取关 感激不尽 不过话说回来 老王这时的跳身份早时也有点突兀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害怕 请马上取关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但是这老王这里可以先思考一下 因为假如老王的身份可疑 他随时可以提供用户数据给国安 所以此时魔警没找到翻墙的人 那就是说魔警对翻墙的用户信息 还无法精准查证 那么此时谁突然推定了老王的 那可能就是不打之招了 帮助国安加速了筛选 而且查一个李老师都用这么土的方法 而且查了有几个月了 160万查完 他的肝就成了腊肝了 那么查王志安 也是百万用户的订阅量 魔警要按照查李老师的这种查法 自己的小心肝都不要了吗 所以我认为老王跳出来有点多此一举 又是在搞什么妖娥子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在李老师的账号上 网络警察或许早就用这些程序 把李老师的关注者及言论都保存在了本地 那么现在取关的用户大概率都是在国内的 就是优先排查 我认为魔供绝对没有闲功夫 一个个盘查 我也不认为他有这种软件 因为没有意义 你就算找到翻墙的了 你都抓去劳教 放进看守所里 他也吃不消 对不对 所以我想魔警应该是区别对待 某些不小心暴露身份的用户 那么这里我也想说一下 这个X平台上的网警 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取用户的IP呢 那我找到了几个可能暴露信息的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国产手机 第二个就是国产软件 包括什么手机输入法 杀毒软件等等 这里也不排查 其他国产的APP软件里面 有监控的功能 那第三个就是电信商 就是通过这个X的短信泄露的 那么第四个就是X平台上有内鬼 那这些内鬼会贩卖别人的个人信息 但是基本上我们知道 这个国内的手机和国内的软件 还有国内的电信商 他都是和网监部门挂钩的 那我曾经就问过一个 墙内开发海外软件的这么一个人 那他的这个软件在国外是可以运作的 但是他却和国内的网监部门是挂钩的 而且他告诉我 只要是MatingChina的软件 你要在中国受审的话 你一定是和网监部门挂钩的 所以说那么多的信息都和网监部门挂钩 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一个个排查 我认为 我共对几百万的粉丝用户 进行最原始的人工排查 我觉得这般操作就有点缺心眼 估计魔警都得诅咒他的领导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可能没有那么恐怖 当然喝茶其实我也觉得没有那么恐怖 恐怖的是天天被请去喝茶 甚至让大家为喝茶而买单 而且我相信魔警 应该抓了不少翻墙出来的墙内用户了 那我相信这些被请去喝茶的人 他一定有用过不同的VPN 换句话说就是魔供对这些VPN的存在 他是了如指掌的 可是魔供从来都没有去冻结这些VPN公司 为什么 因为限制了VPN就影响了魔警的暗线收入 所以翻墙不发太刺激魔供的言论 也就是被抓到橘子里 做下思想教育 然后为喝茶买单 就是交钱走人 魔警赚一波人民币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就算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分的紧张 但是也要保护好自己的贞结和财产 毕竟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是吧 而且魔供会根据言论程度 勒索被抓的人 就让他们对这个言论付钱 你要交不出来钱 他就把这个人判个刑什么的 捞点奖金 或者升职加薪之类的 我们觉得简直是一种歧视 实际上是自己没本事 没本事 没本事 大家说一说 论这个知智 李老师肯定没有王志安先 对不对 所以要抓 也应该是先抓王志安 对不对 要审查也是先审查王志安 那为什么要先查李老师 然后再查王志安呢 我认为这个事情 可能就是拿李老师开刷而已 那至于说王志安 就是干这些祸悉尼的爸爸事 见了我满脸是粪 我一般的不玩X平台 因为那里有很多国安的人 在钓鱼执法 那这帮人潜伏在很多群里 而且这帮人会跟人私聊 闹家常 拉近乎 然后再套别人信息 所以 魔警既然找人聊天 那说明 他没有什么软件 可以把人弄到他的系统里 只不过是 我们用了魔供的这些软件 而泄露了自己的身份 那么说到这儿呢 为什么李老师 不是你老师 会成为当局最惧怕的人物呢 我们知道 李老师是因报道和声援 白纸革命 而爆红于网络 这之后呢 便遭到了当局的封杀 甚至是死亡威胁 尽管如此 李老师呢 却没有害怕和退缩 相反的继续为中国人民发声 爆料墙内的黑暗 所以呢 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受害者的信任 甚至翻墙出来啊 就向其爆料啊 让李老师为其深渊 所以李老师呢 就理所当然的 就成为了人们最信任的这么一个少年 但是反之呢 李老师就成为了魔共最头痛的人物之一 但是消灭了李老师 还有成千上万的李老师 你说他们消灭的完了 所以呢 理论上啊 他们是没有必要为了消灭李老师 大动干戈的 那说句不好听的啊 哪个人搞他 那就是至少没趣啊 因为分分钟 人家就把他的警号和姓名曝光在网络里啊 所以如果不是中央下的追杀令啊 那就是做出样子而已嘛 是吧 当然呢 还是小心使得万年船啊 谨慎一点较为稳妥啊 毕竟小鬼找上门啊 那一定是阴魂不散啊 是噩梦的开始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啊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